说起眼下这首可热的年轻演员 刘浩然无疑是当中的佼佼者 1997年出生的她 出演过《北京爱情故事》 《妖猫传》等多部作品 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好评 而眼下她的新片《双生》 又即将与观众见面 年纪庆兴的她到底有什么秘诀 能够好作品不断呢 请看我们的独家专访 刘浩然1997年出生 读高一时被陈思诚选中 从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开始了她的演绎之路 随后《唐人街探案》 第一二部的热映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 这个可爱又演气出色的大男孩 要破解罪恶 就必须接近她 甚至成为她 所以说那个时候 其实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经验 我是在拿本能去演戏 所以说其实难免很多时候 会有一些错误的表演方式 或者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表演 所以说那个时候 就很多时候就需要四诚歌 然后需要保强歌 他们会手把手教我 为什么抓你了 为什么 哪一个角色或者哪一次的演出经历 是让你感觉最难忘 如果真的让我说我记忆最深刻的 我觉得还是《唐人街探案》 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部系列电影 它和别的电影不一样的是 我可能每过两年我就需要拍一次 每过两年我就又见到秦峰的一个老朋友 我就又和她融为一体 我觉得这个可能给我的情感记忆点会更长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系列电影 而且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系列电影 然后它会继续拍下去的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太年轻了 我没有能力去一味地输出 可能像一个水库 它可以养活整个城市的人 它可以你们一直水龙头开着 才可以养活你们那么多人 但可能我现在只是一个小水塘 我的载量不足以让我一直一直这么往外掏 往外掏 我一直去演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在很早之前 我也有过一段很长的假期 那是在我大一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 对 那段时间我也基本上停下来了 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拍戏 然后在那段时间我调整状态 把这些状态调整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之后我去演了《腰猫传》 你指我看到什么 你是他们的帮凶 你滚吧 演了《剑军大业》 王烈 你怎么才来啊 赵军大业 温西大业 给你留他 别太得意啊 以后还你一个新的 你说呢 然后演了《狼猫传》 这怎么行 我大亏这样的伤势 绝不可能交给一个丫头来处理 就没有别的证据去音了吧 平静 是挺过瘾的 但是呢 也会很累 就是很多时候演完一场戏 演得很爽 然后导演喊喊 我坐回椅子上 可能五分钟之后 我突然觉得整个人 脱离这样的状态 所以说其实之前采访 梁朝伟先生的时候 他有说过 因为之前演的角色 实在是太让他压抑了 所以愿意去选一些 喜剧类型的这样的片子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随缘 我觉得角色和演员 它是一种缘分 缘分到了 你可能就 就是你们两个最好 你和角色最好 演员和角色最好的时候 所以说可能现在我就在 我在找 也是在等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